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是共产党 真是不可思议啊 他也许是一时糊涂 被人蛊惑 何叶夫和川岛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做文章 这个李孟云真是把我害惨了 不是您息怒 息怒 你叫我怎么息怒 我如此地培养他 气动他 可他却背叛了我 我绝饶不了他 李孟云是共产党 你知道吗 我也刚刚知道 你刚听说 根据我的调查 在院里面 只有你和李孟云走得最近 李孟云是共产党 你肯定也是共产党 共 共产党 不不不不 我可不是 李孟云他是院长 我是司机 他要用车 我有什么办法呀 就这样 我们走得近一些 这 这也很正常啊 劫持河野将军 是你通风报我的信吗 我 我冤枉 我就是个司机 除了李院长他用车 平时我给医院拉一点物资和办点事什么的 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你和李孟云把头狼送到医院你不知道 李孟云是院长 你跑不了 你肯定都知道 哎哟 袁安哪 川岛太军 我 我 我真的不是共产党 我更不知道李院长他是共产党 我就是医院的一个工人 挣点钱养家糊口 这 这 这 老黄 老黄 看来 我今天从你嘴里是问不出什么了 那好吧 我就让你看些东西 我相信 你会想起一些事情的 你尝尝 嗯 嗯 嗯 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吗 啊 老黄 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 才从奉天把他们找到的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作为情报人员 你不应该给任何人嫌信 尤其是你相信的同志 吴老板 你们把他也抓了 没有吴老板 我怎么能找到你的家人呢 你这个混蛋 说吧 你们想怎么着 想要你怎么着 你心里边非常清楚 我不勉强你 你只要好好配合 我就让你和家人团聚 如果你不配合 我现在就让他们死在你面前 老黄 我会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 都打上一针毒素 你在医院工作 知道后果是什么 对吧 好好想想 老黄 我看在你和家人 多年没有见面的份上 我让你们续续救 睡吧 儿子 爸爸 爸爸 爸爸回来了 儿子 老头子 我们会不会都被杀呀 你真的是共产党啊 爸 我是不是共产党 这日本人 都不会让咱们有好日子过的 孩子 你知道什么就跟他们说了吧 日本人够狠的 要不然咱们都活不了啊 你啊 你糊涂啊 爸爸 爸爸 妈妈说你给我买糖了 我要吃糖 我要吃糖 儿子 他爹 你告诉他们你不是共产党 孩子很小 你 你真人心让他们有爹吗 我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呢 你倒是说话呀 让开 我要见你 孟云 对不起 没有传导队长的命令 任何人都不能进 你瞎了眼了 你不认识我是谁 让开 是 没知子小姐 把门打开 对不起 我让你把门打开 是 走开 走开 是 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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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别吓我 孟云 他们是不是打你了 你身上能有伤了 你告诉我疼不疼了 孟云 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呢 我爸爸怎么能这么对你呢 对不起啊 小鬼子 对不起啊 我 没知子 不要哭 这不是 好好的吗 不要哭 孟云 孟月 我爸爸怎么能对你如此狠心 怎么能对你下如此毒手 他让我陌生让我恐惧 孟月 对不起啊 你好不容易跟你亲人相见 却不能相认 你爸爸的 对不起啊 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孟月 孟月你别吓我 你说柔华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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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月 你别吓我 我爹爹 爹爹 爹爹 你别吓了 呹 你将饭 爹爹 你明白吗 孟月 我再次为我的国家 向你道歉 我实在不知道 我的国家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我的爸爸变成这样 我一直以为 只要我坚定 我自己的信念 我就能改变点什么 所以我做记者 我想揭发真相 可是到现在我才发现 我什么都做不了 孟月 你教着我 我该怎么做 我 被侄子 你记着 只要 不要让下一代 再做梦国努 我们一定要坚强 要坚持斗争到底 一直要等到生命的那一天 我希望 你能跟我一起 一起坚持到底 我一定陪你到生命的那一天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我相信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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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嫂 外面情况怎么样 老黄被抓了 咱们医院的内线断了 以后要想得到日本方面的情况 这下更难了 江嫂 老黄会不会叛变 不会 据我了解这个老黄是个老地下党员 而且在雪城这么多年 一直在协助小云的工作 兢兢业业的非常可靠 还是小心点吧 现在情况危急啊 我想老黄他会想办法自己脱身的 至少不会把我们供出去 江嫂 不管轻狂怎么样 我们还是尽快尽快地专一吧 也好 那等老七和无一回来 咱们立刻就走 好 是老黄 老黄 你脱身了 江嫂 我上有劳下有响 我没办法 别动 我 来 来 江嫂 对不起 老黄 叛途 江嫂 我们终于见面了 还有你 伊万诺夫 你们干什么 我们在这边探个亲戚 等等 有情况 怎么这么多日本兵 不好 出事了 这暴露了 江挫他们还在里面 咱们进去救他 你进去是白白送死 去干什么 那怎么办 先过去看看情况吧 看看再说 怎么了 先回去想想办法吧 先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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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报告队长 今天我们为了河野将军恢复健康 举行了一个小的酒会 为了河野将军的健康 我们大家一起干一杯 河野将军今天有很多话要和大家讲 将军 请 非常的感谢大家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们破坏了抗联的地下联络战 我们抓住了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隙 总部对我们的工作非常的满意 下面我宣布一项决定 从即日起 由川岛队长接替石原博士的全面工作 当然了 石原博士 你还要继续研究你的病毒 任务很艰巨啊 辛苦你了 他就知道 selvi di di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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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有什么 是 这渣完了 不会awa faul 那个 我 这渣完了 却上了 这个 我 需要 你 我有什么问题啊 这难道还要我提醒你吗 头狼跑了 你竟然骗我 说枪毙了 这和你没关系吗 我 我是要拿他做实验 好啊 李孟云是你最得意的门生 可他却是共产党 这和你没关系吗 李孟云是共产党 同我没有关系 我被共产党抓了 你却隐瞒不报 这总和你有关系吗 你欺商卖下 加害长官 我撤你 我撤你都算从轻发落了 你 你好 来来来 我们 为了何以将军恢复健康 我们再干一遍 也为了川岛的提升 干杯 爸爸 这是东京来的电报 说妈妈上星期除了意外 你说什么 我的灰子 我的灰子没有了 我已经失去了妈妈 我不想再失去爸爸 爸爸 你在座的事情我都知道 这些事情是与正义背道而驰的 你这么走下去 就是会走向真冤的 我求你了 你放弃吧 好吗 我 江嫂 我们好说好伤你 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否则的话 看见了吗 我就用这些东西让你开口 畜生 有本事 有什么招你就随便使吧 我们做个交易吧 你们共产党有多少人都在哪儿 你只要写一个名单 我多一个字都不会问 我也不会杀你 你觉得怎么样 做梦呢 爸 你不会在我这儿得到一个字 那好 我换个话题 在院里除了李孟云和老黄之外 还有谁是你们的人 医院已经没人了 可是医院外的人 你永远都抓不完 好吧 这个问题算是你回答我了 那么 你们给苏联情报机关 都提供什么情报 有本事你自己查去 你们共产党直接怎么联系 给我打 说我不说 小鬼子 我杀了你 我上电影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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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不说 别 别过来点水 这个不看礼遇的女人 把她给我托家老房 我要一点一点折磨她 我要让她求生不得 由此不能 一万诺夫 找到你可真不容易 有什么不容易 还不是被你们找到了吗 说吧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真是个明白人 和你这样的人打交道 痛快 别浪费时间了 有话直说 你来雪城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搜集你们的情报 你搜集到了什么了吗 你们在研究生产西菌冰毒 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的多着呢 还有 你们要实施 西菌珍珠港计划 你是从哪儿得来这些情报的 何夜夫将军 你怎么这么问呢 我的情报从哪儿获得的 你心里最清楚了 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的 这些情报 都是你亲口说的呀 将军 你怎么会这么快就忘了吗 胡扯 这么重要的情报 我怎么会说呢 作为帝国的军人 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会说出半个字 你是不是 还有什么别的情报渠道 何夜夫将军 你们的西菌珍珠港计划 不管是我们 美国人也知道 什么 当然 我们有些情报 就赖源于他们 都有什么情报 被送回了苏联 全部 你还知道些什么 好吧 我告诉你 你们的西菌战计划 已经来不及失时了 苏联人 马上就要对日选战 我们现在的处境 已经很艰难了 如果伊万诺夫 说的是真的 不好办 那这情报 不会是真的吧 会不会是伊万诺夫 吓唬我们 最近在我们基地的上空 经常出现 苏军的侦察机 伊万诺夫 说的话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将军 这么重要的情报 总部不会一点不知道吧 这个不好说 也许总部早就知道了 苏联人要进攻基地的命令 为了怕影响居心 所以把事情压了下来 这都是有可能的 不错 不错 队长 再去 走步迷电 将军 柏林被苏联红军攻克了 这么快 许特勒完蛋了 斯大林就会有足够的精力来对付我们 看来伊万诺夫说的话 是真的 将军 我们下面怎么办 我要立即上报总部 尽快推出魔毒三号 阻击苏联人 是 石人太郎呢 今天没来 没来 把他给我找出来 石人太郎博士说了 今天谁也不许打扰他 尤其是川岛队长 口气不行 既然石人太郎不想见我 那我就去找河野将军 把你们的老师找出来 到时候 我倒要看看 自己的老师拿自己学生做实验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一定非常有趣 川岛 你这个魔鬼 把李蒙远鼓压到刑讯室 给我绑起来 是 将军 你给我看好李孟云 如果有半点差错 你和石人太郎 我都要军法处置 听见了吗 带走 都是这个石人太郎 一点正确事不干 不去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却在疯狂病毒上 浪费了这么多功 是啊 石人太郎这个死一回事的家伙 他研制的病毒 跟总部的要求根本就不符 苏联人马上就要进攻了 我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还迟迟研究不出来 闯闹 我们要不惜一切怠惯 尽快拿出魔毒三号 戒 桂野将军 这是您要的所有的细菌武器的进展资料 小爷 你仗着以前石人太郎给你呈腰 你甘心做他的狗 现在河野将军来了 我将全权代替石人太郎管理研究所 所以今后你就是我的狗 知道吗 知道吗 传当队长 我一定会做一条好够 服从您的命令 就像服从石人太郎博士的命令 慢着 看来你还是没有看清形势啊 我得带你去见个人 老朋友好好聊聊天 我相信你的态度一定会转变的 来人 我最近身体不大好 还是让别的研究员去做好了 我实验博士 这个实验必须由你来做 为什么 你难道不想知道吗 这个被实验的马路的是谁吗 谁啊 他就是你的学生李孟云 李孟云 我不去 你能有今天 都是这个李孟云一手造成的 他几乎毁掉了你前半生所有的一切 你不恨他吗 你不想为他做点什么吗 你为他庆祝了那么多信心 他却恩将仇报 你还犹豫什么 他不过是个中国人 对于一个中国人 还有什么感情可讲吗 那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情 什么叫你们之间的事情 是啊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这是命令 你想违抗军令吗 难道说 为了这么区区一点小事 让我对你实施军法吗 好吧 我去 爸爸爸爸你不能这么做 你这么做是违反国际公约的 这是将军的命令 我必须去 爸爸你怎么能这样对孟云呢 太残暴了 而且这样是反人类罪你知道吗 反人类罪 有谁知道 我知道 你不能这样对他们 你是我的女儿 你知道又能怎么样 既然我知道了 我就要阻止您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必须做的 你懂 你懂什么 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爸爸 你应该先是人 然后才是军人吧 如果我不去 我不去 就会受到军阀处置 你知道吗 可是 走 爸爸 爸爸 反人类 实验博士啊 我看 你女儿的思想 很危险 年轻人 有自己的想法 不奇怪 可他这种危险 会给你带来 很大的麻烦 我劝你 还是好好管教 管教他吧 为了 所以 女儿不用 嗯 妈妈 小野 既然你的实验老师不肯过来 那么这一针应该由你来打 你不是一直号称自己是大人满帝国的公民吗 那么现在萧忠天皇的时刻到了 请吧 把针给我拿起来 把针拿起来 我忍心下手是吧 行车了 我来帮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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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你 把衣服脱了 快 快 快點 快點 快